前兩天,雨量都超過100毫米 天氣非常不穩定 雷達圖上見島嶼之後再有西蘭的大雨 雨勢就集中在東部的地區 而過去24小時,部分地區已經錄得超過200毫米雨量 衛星雲圖見島,超強颱風海馬開始掠過菲律賓雷宋的北部 預計海馬星期四就會載入南海 星期五就會在香港100公里範圍內掠過 還有氣象台今早發佈颱風黃色預警 超強颱風海馬,目前中心最大風力有17級 五步風圈的半徑範圍接近140公里 雨報圖上見到海馬今晚會穿越雷宋島的北部 明天就會進入南海北部 後日就會靠近廣東沿海 雨報圖也見到短期內廣東西部 南海西部沿海有7至8級大風 接著看本港8時氣溫 是25度,相對濕度96% 新泥傾射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別警告現證生效 加備鐵師生 雨曬多雲有狂風遮雨和雷暴 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 氣溫是介乎25至31度 指望星期五就會有頻密的狂風大雨 海面有大浪和湧浪 星期六稍後雨勢就會減弱 今天天氣就先說到這裡 交回給你彭建華 好的 七點半新聞報道完了 再會 好 好 坐 你 感谢观看